我知道你烦我 但我不知道你已经烦我 烦那要搞死我的程度了 是本金私利不周 忘记你肉体犯胎 承受不住这九霄冰火 我来 还来 别动 应该是我爱的 紫乌跟我说啊 此次流星雨是万年一见 本来还想着看看流星雨 然后再许个大大的愿望 可谁知道啊 遇上这冰火之间 还被你心血给砸了脑袋 本君的本命 便是这陨落星辰 若是帮你实现愿望 应是不能 别怕 这颗流星 专属于你 许个愿吧 再不许就来不及了 我要成为四界最强的统领 四界让四界 让四界都对我 言听计同 鼓手成本的 你怎么把我流星 给撤回去了呢 你这愿望太过荒唐 修行之人 罪即妄自尊大 你就算是为了变强 上计 那也要务实修炼 断不可有左捷径的念头 那你给我换一个 你撤他干嘛呀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是流星实现了你的愿望吗 不然呢 实则 并非是流星实现了你的愿望 而是掌管他的仙人 若是凑巧有人实现了愿望 亦是司星者听到 出手助他完成了而已 你的意思是说 给您许愿就行 若是像刚才这么荒唐的愿望 本君断然不会为你实现 不荒唐 不荒唐 这个愿望 神君举手之狼就能完成 什么 嗯 好了 你是想让我 帮你解开红光宝镜 这个愿望不难吧 神君你可不能出耳烦啊 若是为你解开了之后 你还跟以前一样 本君还会为你重生 快来快来快来 解了他 解了他 解了没有啊 解没解啊 你不说话干嘛呀 解 快解 解了没有 解不了 你多次尝试解开红光宝镜 已经触发了他的警戒机制 一个月内都解不开 一个月 那一个月后 怕是本公主都要被这破玩意儿 给折磨死了 凶亏也不知道 还要受多少苦 调书论倒了 我说我是四届第一 都没人会有意见吧 我这前十八年啊 是处处都不得已 嫁人嫁出那么多的幺蛾子 上了个天 头戴尽致日日寿星 连看个星星我都被星星砸 我许个愿我都 这一路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熬过来的 看到那颗星星的蚝蚝 它名幻微月宴 微者居高而现 因在北方玄武之位 如战场断后者 凶多吉少 故而死兴当之 被人认为是不祥之招 灾星啊 那跟我挺像的 这星辰在世间来去本无牵挂 吉凶福祸都是后人杜撰的 何来灾星一说 微者 一生坎坷 然足至勇时兼备 虽多挫折 但皆善悟 是以 微秀之人 若能守本心而知进退 所有的愿望都会达成 你的意思是说 人生就是这样 纵使命运不济 也都能达成心中所愿 不错 本君以为 你就如同这微月宴一般 看似顽劣反叛 实则自治不凡 若能自查自修 早晚有傲视死界的一天 本君就将这微月宴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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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此手绝 可以将其收入 亦可以让其上天归位 我送你回去 我送你回去 就要还是原路返回 我还不如死这儿呢 我就不劳烦郡上县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暖和多了 从身到心都是 谢谢你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